我们继续讲以色列结书 我们讲到埃及这部份也很长 这里由第29章开始1-32节打效 这里讲埃及受到审判的预言 埃及受到审判最后也是最长 总共是4章记载 而事实上第一个令以色列人受苦的就是埃及 在所罗门时代因为他和埃及有恩亲的关系 和其他国家的关系也都极佳 所以享有一段是太平盛世的 而所罗门死了之后国家分裂形成了南北两国 国自建都在撒马里亚和耶路撒冷 两国相争多于友好 而在这一段共有两篇预言各有日期的记录 首先我们看1-21节 这一段我们看到埃及的灭亡 在29章1-2节 就是第10年10月初2 即是主前587年1月7日 这个时候巴比伦就开始围攻耶路撒冷 历时18个月才能攻破 这个时候法老王接受审判的预告 西帝加和埃及王纳约之后才反叛巴比伦 而去到3-7章 就以大鱼用来比喻埃及 这个圣经里面多数都会这样形容他 埃及人相信法老王可以自伏大鱼怪 但神却是称法老为大鱼怪 自己的河其实就是尼罗河 江河中的鱼就是埃及的友邦过 完全受到神的审判 他们受罚的原因就是迫害神的子民 他们变成了远世的奴违 经不起扶持之敌 在以西结书29章3节的大鱼 在以西结书29章第5节变成小鱼 也变成了死鱼 南游大国倚靠埃及反叛了巴比伦 但是埃及就是一个奴违的象 软弱无能 巴比伦攻打耶路撒冷的时候 埃及就是假意前来商在 船迹就是收兵回家 而以西结书29章8-12节 刀剑就是指尼布甲尼撒 在主前的568年灭了埃及 以密夺这个方法 以至到密夺这个地方 以至释弗尼这个地方 就到古实的境内 就是南边 就是说由北至南全国 总共是40年 和合本就是将这个密夺认为塔 就成为了释弗尼塔 二地变一地 其实这个是错译来的 现新日本和英文日本 接着就是13-16节 神就是因临到埃及在波斯的时候 令到他们可以回归到巴提罗 意思就是南地 这个就是从尼罗河南端 以至到三角洲一带的地方 的匿称 巴提罗就是代表着埃及 现在强国变成了低微的国 让以色列人不再依靠这个外邦人 而能够专心依靠神 而17-20节 就是第二篇记在 27年正月初一 就是主前570年4月26日 就是全书卷最后的一个日期 就和首节的日期相差了17年 至此神是将埃及交在巴比伦的手里 作为他的酬奴 巴比伦攻打推罗就没有酬奴 军兵所戴的头盔也令头发也离了 坚是因为搬运军火和石块建提而破损 还是没有法法得逞 因为推罗横抗到底 巴比伦就旋跡转去攻打埃及 就努力了埃及的财富和军娘 作为军娘的酬奴 而其实就是神将埃及给了巴比伦作为奖金 以色列的书是29章19次 就发生在主前568年 那时候就是巴比伦灭了埃及的荷菲拉 这个就是继承了阿玛士的王 到了21节 神对付推罗和埃及之后 他同时应许以色列必生出有力的角 就比喻将来会强盛就好像有力的角一样 就仍然在公元前的539年 古列容许他们返回故土 其实这个时候以色列开了口 就在公元前的571年的4月26日 如今就是第27年 但是他在第14年的时候早就已经开口了 这次开口就是表示以色列再次成为神宣告的先知 又或者就是表示以色列预言的应验 若果他在公元前的593年就是蒙照30岁 那现在其实就是52岁 那这个时候就是公元前的571年来的 古列就是在主前的539年 就是容许以色列人归国的 而那时候以色列也未死就是84岁 而旦以理那时候就介乎于81至80岁之间 接着到第二段 第二段就是讲到埃及盟国的灭亡 就是讲到30章1兆26节 第三节就讲耶和华的日子 其实这一词是有审判和祝福这两面的 还有有近境和远境 近境就是讲目前 远境就是讲将来 从上下文来看主要含义 看出主要含义 或者有多重的含义 好了接着4-5节 审判来到埃及和他的同盟国 古实在南边的埃塞俄比亚 忽就是现在北非的利比亚 新约就称他为古利来 而路德就是阿拉伯的民族 就在小阿世亚那边 而古巴就是忽的西边 接着6-12节 埃及的盟友同受审判 古实就以为没有事 但结果有特事前来告诉他 即将遭殃 不能够逃避这个审判 而且神指定巴菲伦作为审判的工具 接着13-19节 审判非常彻底 十个城将提名受到审判的 包括罗佛 巴提罗 索安 罗 语 语 之旅 这些地名 这里有很多 我不逐个说 所以巴菲伦在主前的568年 攻到埃及 三年之内应验了这个预言 埃及的重要城市传委 整个审判研出必行 到第20节 11年正月初七 主前的587年4月29日 距离首篇预言是4个月 而21-26节 埃及被打败 发生在主前的605年 尼伯格尼撒打败了法老王尼戈 在加基米斯的那场截力当中 那次约西亚也遭到杀害 埃及王赫菲拉 想帮助西帝加尼述反叛巴比伦 但再次受挫 并且被杀 在公元前的508年 埃及双臂被折 意思就是被人打败了 而赫菲拉外号就是强臂君王 现在就是无力拿刀 神就是将我的刀交在巴比伦的手中 成就一切 埃及就此灭亡成为了巴比伦的老民 接着第三段 就是31章1兆18节 这里就是讲到埃及灭亡的尴尬 第一节 11年3月初一 以色列亡国是11年 如今就是主前的587年的6月21日 就和上次预言相隔了两个月 离传的拜网还有一个月 好了 二字要九节 埃及的威势只有亚述才能给得上 而亚述的威荣 就像尼巴嫩的香柏树 亚述宏霸当时的世界大约有250年 当时就是主前的860年至612年 神就在主前的7月2年 就是用亚述灭了北国 北以色列国 又在希西加的时代 也差点复忘了这个南右大国 但是那天神令到他的知条繁多 成为繁美 连同神伊甸园的树都来妒忌他 10节17节 威猛到好像亚述那样 因为他的弃性狂傲 神就将他交到在列国中大有威势的人 就是尼布甲尼萨 他的副尼布甲尼萨 那些继续 于在612年 公元前612年 灭了首都尼尼微城 其余就是由子尼布甲尼萨 在主前的609年全部灭亡 将他斩断 他从最高的地方 插入云烧的地方 跌落最低的阴间 列国震动不移 令到全地的美术都尽得安慰 好了 到第18节 亚述的败亡 就是埃及的尴尬 但是他没有因此得到教训 而里这个字就是指埃及的首领 他们的死期近 却自以为可以继承亚述的威荣 而如今就将和医断园的角树 就是指亚述 一起下到阴府 就和外邦国一同埋葬 埃及原有的国礼 现在和十几个没有国礼的外邦人都是同胀 表示了极大的羞辱 接着这一段就是为埃及作哀歌 就是32章1到32节 首先1到2节的初 这里说是12年2月初一 就是主前585年3月3日 就是秘鲁之文收到耶路撒冷亡国的消息 之后的两个月 和上次31章1节就相隔了快一年 而埃及的丧终也再次敲起 敲起 接着就是第2至10节 埃及从前也是个少壮的狮子 但如今是海中的大羽 狮子变成大羽 而神就是布施钓鱼的高手 埃及被捉拿的时候奋力反抗 搞动了河水变成了混族 神就用巴比伦把他帮起 布施在野地任由群兽来吞吃 那天天地无光 就好像十灾的第一和第九灾 而其他国家看到这样也引此为戒 人人自危 接着就是11至16节 这一段就疑似是上段的复述 而第13节说的埃及被杀之后人丁稀少 所以人兽的脚体不再来河边搞混族河水了 水面因而再次清澈能够见底 到第14节的江河 好像尤环流 其实就是犹太人的俗语 意思就是说 宁静平安 这里就是比喻其他的国家 没有了埃及的势力 也处在平安、宁静的日子里面 而别国也为埃及的死而悲哀 在16节就是指职业 哭喪人多数都是妇女 好了 接着我们就看到17至32节 12年12月25日 即是主前的585年3月17日 上次的讯息之后的两个星期 埃及就再次听到一次的哀歌 神要以西杰和著名的外国女歌手 一同来哀悼那些 吓到阴间的埃及人 现在埃及的美丽不在 陪伴着其他被审判的国家 有亚述、波斯、米切、土耳其、以东、敘利亚和西顿 而埃及就在阴间看到他们的作伴 大为安慰 埃及活着的时候叫人害怕 连死的时候都要找人陪葬 没有神的人 阴间就是个归宿 有神的人 就有神的同在 好了 我们就说到这里 之后我们仍然会继续讲以西结书的内容 好的 祝福大家